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全部香菜啊 我踩了几脚 你看你的空心菜 种下去又不吃 过季节了 别人不是说现在不能吃了吗 我想拿来吃 他们说现在不好吃 就说不能吃了 应该可以吃的 不能了不要 这个要重新种别的菜 你想一下种什么菜 就全部割掉啊 好可惜啊 你看它拉好长的疼 这样子 有点像牵牛花 开这种小白花 还挺漂亮的 对不对 嗯 真的好看 有个快递来 要不要去拿 有快递来了 为什么不去拿 肯定要去拿 你放在那里干什么 去嘛去嘛 到文村里 去拿呀 那我去拿 你又给摘花啊 我不摘花 我把它割掉 人子 我把它割掉 你去拿吧 上来上来啦 来看看你的快递 来看看你的快递 是你的好像 我的快递啊 是啊都写我的名字啊现在 对啊 哇变通明了 哈哈哈哈 要了几块钱 两块啊 那我 我上次拿了一个鞋架 要了我 二十块钱 有些大货 这样的 还贵的 就这里开嘛 那我不这里开干嘛 拿来拿这里来 我就 你知道吗 我又下来接你啊 我就是一看到快递 就是很想把它打开 对啊 拿到上面去 就在这里拆了 这个我买的 我买的我知道是啥东西 你肯定不知道 不懂 有点重 我买的是一个 打开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哈哈 这个是懒人用的 懒人用的 懒人用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挺实用的 我打开来看你绝对 就是你绝对会说我买的 买的对 这是买来给我吗 买给我的 有口水流出来 口水流出来 是车的东西 不是不是 我是笑的口水流出来 哇 这个东东 嗯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东 这是一个桌子 好脏 嗯 好像这里 这里还有个什么板手啊 板手啊 那没有搜到 桌子啊 对 一个电脑桌 那不用买给我吗 电脑桌 电脑桌就会买给你 嗯 那我就不用啊 嗯 你不是不稀罕吗 等我打开来看好不好用 好用了给你买一个 诶 还有送这个板手 螺丝刀 哦螺丝刀 什么那么短啊 那么短 好用个屁 什么用 比我想象的短 但是可以了 放得起我的一个电脑吗 放得起放得起 倒着骨子来 骨子 这个有那么长 有六十公分吗 我们还是六十公分还是五十公分 六十公分 哦有六十公分 先怎么装啊 这个 这个 这样子 会不会呦 会不会吗 要不要我帮完了 我对于这些东西都是 很熟啦 我跟你说 我锅碗 调盆 都是网上买 包括吃的都在网上买 就欠青菜 没在网上买吧 其他都买过 应该 猪肉 猪肉没买过 我买过猪肉干 牛肉干哦 其他的不用买 错了错了错了 来啊 错错错错错 错错错 这个的 我对于装这东西还算是有点熟手 老手了 推牛 虽然不是高手 搞定 我会拍短期 先来拍短期 他拍短期 哦 为什么 他 为了 嗯 太高了 还有几个轮子没有装 放在床上 你看 拿到房间去试一下 他这是放在床上的 就是冷天的时候躲到被窝里面 这样打字啊 玩电脑啊 就拿到新房子给你看 我的天哪 这里有柜子 他说放在废子里面 这样子的 假设 我在这里 刚好坐在这里 冷的时候 那天哪放在这里 是不是挺方便的 在这里玩啊 看电视啊 都可以啊 又暖和你 方不方便 唯一的不足就是 这个桌子太短了 去厂里就好了 哦 我赶快用力啊 毕竟这个 才几十块钱 没有多好 几多块钱 49块还是59块 我也不回 要不要也去买一个 随你啊 反正是49块 应该买一个厂点的 一盖把整个墙都盖过去 那不方便嘛 太大了 太大了不方便 那不方便 一推过去 不用就推到墙角 这个也可以啊 它活动很慢 我租过来 这个是 可以吧 就是如果 如果你买的话 就买一个长年了 我不要 还有一种这里它可以放很多东西的 可以放一些书啊什么的 我这个可以放 它板在这里来 它板在这里来 我放一点东西 还放东西 能放吗 你放到墙底下 还放什么东西 49块钱 拿到上面去吧 我放这里吗 我不放在这里 我只是拿在这里 哇 我以为在这里住 我就是这里 算我这么新的房间 那你可以住吗 我以为你能够放在这里 我以为你能够放在这里